看進化,聽重點,一起來聊關羽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沛城 有一天,關羽發現有小偷偷走他的油燈 半夜準備抓小偷 結果小偷並不是人,而是兩條青蛇 關羽拿著木棍準備走過去 可惜兩條青蛇一流煙就跑走了 兩條青蛇躲在樹洞裡 好像在說來啊,來啊,來抓我啊一樣 關羽拿著繩子綁在蛇的尾巴用力一拉 結果拉出來的怎麼不是兩條青蛇 而是一把又長又遠,像月亮一樣的大刀 演樂刀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 傳說中,關羽是天空上的老龍和青龍兩個人是好朋友 老龍因為違背玉皇大帝而指令,而被玉皇大帝給斬了 青龍為了幫助他,就命令凡間的青蛇夫妻 化作青蛇演樂刀,讓關羽使用 這支帶刀不大、不小、不輕、不重、不長、不短 好像是為關羽量身定做的 從那天起,演樂刀就成了關羽的標誌 大家都知道,關羽的力氣很大,可以徒手搬動鋸石 不過一個人的力氣再大也是有極限的 關羽的極限又到哪裡呢? 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他的師父華山真人告訴他一個秘密 原來那一把青蛇演樂刀,磁劑重量有820公斤重 是兩條青蛇幫他分擔的重量 所以關羽才能輕易的拿起來 現在關羽知道那把刀的磁劑重量有800多公斤重 是因為有青蛇夫妻的幫忙 可是,現在沒有青蛇又要怎麼辦呢? 他的師父叫他不用擔心 他的好朋友青龍一直在等待機會要幫忙他 華山真人離開後,關公的夢也醒了 這到底是夢境,還是真實的呢? 關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3分鐘聊關羽,我們下次再見